好 昨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呢 我们看到了三例新闻 推出了一条独家报导 这个报导的标题上面是 独家报导 柯文哲跟朱立伦有通电 甚至还说跟这个国民党的秘书长黄建廷有见面 用非常大的篇幅用独家报导的形式 里头来影射说 朱立伦跟柯文哲两个人已经有通过话 而且已经跟黄建廷见面 更进一步的说 已经讨论到分官禁决 说已经要给行政院长给朱立伦来当 那么甚至报导当中还指出说 这一番话这个分封禁决的话 也引发了质疑 是不是有这个黑箱的这个状况 那么我们就要请教三例新闻 既然这是三例新闻的独家报导 又何来这么快就有人质疑的说法 这是不是先射箭再画吧 已经设定好的剧本 只是在引军入翁而已 那我们必须要再强调一次 其实三例新闻用这种不具名的方式 拉背影射变音的说法 来制造假新闻 也不是第一次了 过去曾经有媒体报导 三例新闻爆料假新闻 用拉背的方式 主播去报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主播认出来 这个爆料人就是自家的记者 而且在业界也颇多传闻 所以我们希望三例新闻 必须要正视这样的状况 媒体是社会公企 有善尽查证的义务跟责任 台湾民众党会正式提告 也请三例新闻说明他们的消息来源 不要躲在新闻自由的保护伞背后 希望他们还给大众一个知的权利 那但是有种问说 这个知情人士是党内的人吗 我想这件事情呢 进了法庭之后 也必须要请三例新闻 具体的拿出他们的消息来源 因为我们已经非常严正的澄清 在新闻播出之后的第一时间 我们就已经致电到三例 不管是高层或者是制作这条新闻的记者 我们都已经直接澄清 完全没有这样的事情 而在过去的一些传言当中呢 其实不管是柯文哲主席 或者是我个人在受访的时候 也具体的说到 柯文哲跟朱立伦 至少已经一年没有见面 没有通话了 但是三例新闻还是要用这种影射的方式 用拉背变音的方式来造假 来制造独家新闻 我们认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 媒体不要躲在新闻自由的背后 来当政治的打手 这一次台湾民众党不会屈服 我们会正式提高 那因为有提到说 你说朱主席跟柯主席没有通过电话 那有讲到对于蓝白河这件事吗 还是其实双方或者是 有代表他们的人来谈到蓝白河的事吗 我们再次澄清朱立伦主席跟柯文哲主席 在至少一年之内没有通过话 也没有针对任何蓝白河的事情来进行讨论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澄清过非常多次了 我们非常遗憾 三立新闻还是要用这种变音造假 然后用这种假新闻的方式来做影射 先射箭再话吧 甚至还找来名嘴来评论 说引发了质疑 这里面是不是有黑箱的事件 我们要再强调一次 三立新闻还有任何的媒体 都是社会的公器 不要躲在新闻自由的背后 来做这种造假的事情来操控舆论 应该还给社会大众一个知的权利 你怎么看昨天徐巧欣上你们民众党的直播节目 是说到说不用高层去谈蓝白河 其实知识者自动就会来进行整合 你怎么看这样说 徐巧欣的说法我想应该是去问他当时会比较清楚 昨天的这则新闻呢 我大概有看了一下 我想他在说的是呢 在选战到最后的时候 选民们自然会选出 他们认为比较适合担任总统的人 当然那个时候也有可能会因为 大家希望能够做政党轮替 自然的来做一些棄保 而这样的整合 所谓的民众自发的投票的行为 都是出自于民众的自主的意愿 这跟任何高层的所谓蓝白河 这些消息传闻都没有关系 那怎么看路上蔡壁如这个选区 算是蓝白河的一种吗 蔡壁如她在她的选区要争取 不管是蓝的支持或者是绿的支持 这个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过去在这个选区国民党就我们所知 并没有想要推出自己的人选 因此民众党就推出了我们自己的人选 所以这跟蓝白河也没有关系 我们另外再看到像中和 传统上来说可能会认为是 这个国民党的大票仓 或者是传统的选区 但是民众党在中和这里 也推出了我们自己的人选 所以我想很多会声会影的传闻 已经太多了 这一次台湾民众党会非常强硬的提告 提告的原因就是 三连新闻的这则报道已经是假新闻了 这一次我们不会向媒体的二十里屈服